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简称为GDP 每年的增长率非常可观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社会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投入生产 而且往往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所承担的发展成本可以说非常巨大 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是否一定要牺牲自然环境呢? 究竟有没有一些办法既能够维持GDP的增长 又能够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呢? 这些都是环境学专家智力研究的问题 以下,我们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前一教授 为我们分析中国目前面对的环境问题 并且解释如何通过循环经济的整体规划 达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目前的状况和面临的一些挑战 这个我想在座的人都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比较清楚这个情况 我想列举一些数字来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看一看我们中国资源的短缺的状况 中国人喜欢讲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这八个字分开讲都不错 地很大 物很薄 人口很多 但是过去就忽略了把这个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 中间做一做厨法 做一做厨法以后就发现 中国的地 人均的土地 是非常小的 中国的物 就是资源 各种各样的资源 人均的资源算一算的话 把13亿人口一除 这个就很少 所以每一样资源都很短缺 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在2005年访问哈佛大学 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演讲 他曾经讲到 他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小问题是小问题 如果中国有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 因为所有的问题乘上13亿 都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中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丰富的资源 因为任何一个丰富的资源 除上13亿都变成一个很小量的资源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对的 对于我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一定要先树立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这张表上写出来的 中国的水资源 人均的水资源 是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尤其是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宽大的国家 所以我们中国东南西北 这个气候条件非常不一致 东南地区雨量很丰富 西北地区雨量很短缺 所以我们西北地区就非常的缺水 东南地区就可能在发洪灾 但是在西北地区就在旱灾 所以全国来讲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是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 所以如果算起来的话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就是全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三十二分之一 所以可见这个水资源是多么的短缺 耕地的资源 我们中国的人均的耕地资源 是比这个世界的人均资源的百分之四十还要少 也不到百分之一半 那么石油资源只有百分之八点三 就更少了 天然气的资源只有百分之四点一 就非常的少 铜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铝是百分之九点七 所以可见每一样资源都是非常非常的短缺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列出来了二十种主要的矿产资源 这一边列的是整个的储量 在世界上占的比例 我们有一些储量占的很多 比如说煤炭 占到了世界煤炭资源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但是这张图告诉我们 人均储量占世界人均的比例 我们就看到煤炭资源 虽然很多 可是还不到世界的人均值 还是只有百分之九十的世界的人均值 比世界的人均值还要低 那么其他的很多金属 很多矿产资源就更少了 这个量就非常非常的少 多数的资源都是在世界人均值的一半以下 有多很少 我们再看一看地大 中国的地确实是很大 但是这个地有天生的不足 有先天的不足 怎么个先天的不足呢 我们看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 是干旱和半干旱的地区 西北的一大片地方 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不适于耕种 不适于人类的居住 我们还有很大一片青藏高原 我们还有卡斯特地形的 就是西南地区 有一些卡斯特地形的 这个溶洞的地区 那么我们也有这个黄土高原 这个地方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看到 真正适合人口居住的 这是东南沿海的这一带 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天然 先天不足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环境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 这张图上列举的是 世界上的发达的国家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 到二十世纪末期 他们曾经面临过的环境问题 他们的环境问题 都是先后出现的 那么先出现的环境问题 基本上解决以后 又发现后续的环境问题 所以到现在 世界上最关注的环境问题 就是这个温室气体的问题 有机物的污染的问题 就是这个POP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持久性有机物 那么还有像这个核的污染的 这些问题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是 七十年代末期才改革开放 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边 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别的国家 一个一个出现的环境问题 在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 前面的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 后面的环境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既要解决 生活污水带来的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就解决了 我们也要面临温室气体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 现在世界各国正在那个巴黎 印尼的巴黎岛开始 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中国受到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是温室气体的第二排放大国 是不是 而且很多人预言 大概在20年或者是再长一点时间 或者说更短一些时间 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的 第一排放大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压力也很大 那么中国都要面临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